《杜绝》 一开始,蒋介石是准备要赔款的,据史料记载,蒋介石甚至发出过通知,要求各地统计自1931年以来,日本人造成的损失,而且还召开专门会议,讨论具体的要求日本赔偿的数额和这笔钱的用处。 可惜几个月后,蒋介石就改变了主意,因为他需要美国人帮着打内战,而美国人是不希望蒋介石去问日本人要赔款的。 于是,此事便不了了之了,但是各位,日本人十四年侵华战争,造成的损害是有目共睹的。 中国人讲究因果报应,这日本人侵华时如此丧心非凡,难道就没人去报复下他们? 这个还真有,据史料记载,在通话,有一支八路军部队是李洪光领导的,部队人数不多,但里面大部分都是朝鲜人,他们特别痛恨日本人,各种缘由等会再讲。 咱们先说,他们是怎么对付日本人的?据史料记载,那是1946年的龙东,李洪光部队抓到了三千多日本鬼子,他们把这批人压到通话城头,然后将其衣服通通发光,让他们跪在城头。 而此时的通话城,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,三千多个日本鬼子,在呼啸的北风中,被活活动成了冰棍。 可是,这还不是全部,看这批日本鬼子动透了,李洪光便命令部下在冰河上凿出许多窟窿,将这些日本冰棍全部塞进冰窟窿里。 那这支八路军部队,为什么如此痛恨日本人呢? 事情还得从1945年的八月讲起,当时,由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,日本人嗅到了死亡的气息, 于是全部涌向通话,打算守住通话西安一线赋予完抗。 据史料记载,短短一个月内,居然有五万多日本鬼子,涌入了通话小城。 到了8月15日,日本天皇宣布投降,通话被把陆军收复接管。 大批日本关东军缴械受降后,滞留在了通话。 当时的通话城内,有家日本人开的野战医院,因为投降了吗? 所以就开始接受八路军伤病员。 八路军一开始挺高兴的,对这些日本护士和医生还颇有好感。 可没想到,这批日本人居然对那些八路军的伤病员下手了。 据史料记载,他们用手术刀杀了近百名八路军伤病员。 这是让李洪光气愤不已。 他带着官兵冲进医院,将这所日本军医部队长官柴田九中尉, 用手术刀一刀一刀临时处死。 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通话世界。 也正因为如此,日本人对通话城是又恨又怕。 据说二战后好几十年,日本人都不敢进这小小通话城。